根據韓聯社報導 南韓N號房始創人葛葛文亨玉被打優地方法院 指控違反異童、青少年性保護相關法律、製作傳播式情物品等 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34年 2020年11月26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 曾判處該案主犯趙主賓40年刑期 另外有幾名共犯獲刑5至15年不等 文亨玉年僅25歲 是一名建築學專業的大學生 原本還有一年就要畢業 他涉嫌在2018年起創建N號房聊天群 威脅多名未成年少女拍攝性約影片 並在聊天群組傳播以獲取非法受益